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与大家同在 因为小弟本身是漂泊的人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到异地他乡来这边生活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 也都是离开故乡的人 小弟就在想到底我们出门在外 神让我们走这条漂泊的路 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那圣经上也记载 亚伯拉罕是一个漂泊的人 那神在亚伯拉罕的漂泊当中 也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功课 所以早上想来思想三点 第一我们来思想其实我们漂泊是神叫我们离开富家 有神在后面给我们感动跟安排 我们在思想我们漂泊的时候 我们父母亲要怎么样去关怀 去安置 那我们再来思想其实漂泊的目的 就是在让我们信仰更成熟更进步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章的十三节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章的十三节 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 《当神叫我离开富家漂流在外的时候》 And it come to pass when God caused me to wander from my father's house Abraham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流在外的人 Abraham feel that he was a wanderer out from his father's house 但是前面那句话讲说呢 当神叫我离开富家 他觉得他这个漂泊的生命是神的安排 And further he explained that his wandering is caused by God 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Let's turn to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 and 2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Genesis 12 verse 1 and 2 神对亚伯拉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方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verse 1 and now the Lord has said to Abram Get out of your country from your family from your father's house to a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too I would make you a great nation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and you shall be a blessing 这边提到神让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本地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本族是我们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族群的地方 富家是我们得到爱的地方 那神要我们离开 comfort zone 我们很熟悉很舒适的环境 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那这个漂泊有神的计划在后面 神说呢 要你在新的地方成为大国 也要因着你在他乡 别人因着你来得到福气 那今天我们来到美国 其实也有神的计划 因为神一言在末后 福音要传遍天下 神也要让我们来建立他的国度 那我们周遭的人 因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能够得到神的福气 当然这条漂泊的路是辛苦的路 你看亚伯拉罕到迦南地 遇到一个大饥荒 他要搬到埃及 想要搬到埃及 那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困难 那你看我们搬来美国 我们遇到一个大环境的困难 就是有这个COVID-19 美国曾经应该是疫病死亡 最多的国家其中一个 那你看亚伯拉罕出去流浪 他的太太被别人抢走了 这是打劫 那我们来到新的地方 有时候也听到一些打劫的事情 我记得1986我来纽约的时候 当时的年轻人 都喜欢把那个钱藏在袜子里面 然后穿上鞋子 有人打劫就不会抢到你袜子里面的钱 那小弟这次到芝加哥 他们跟我说现在芝加哥 患罪率很高 尤其在中国城 有时候会听到枪支的声音 所以不只是南非有打劫的事情 我们这里的subway也有打劫的事情 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们也学会了自我防卫 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家里面 养着生养精炼壮丁 318个人 我记得福提传道做见证的时候 他这样说 他小时候长得瘦瘦小小 去学校有时候会被人家欺负 所以他就去学中国功夫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有时候怕被欺负 很多人也学会怎么样防卫自己 那无论怎么样 世界上跟我们讲 这个漂泊 神让亚伯拉罕去得到 他将来要得为产业的地方 所以 recall this just wondering is the way for Abraham to inherit God's kingdom God's promise 我们看希伯拉罗11章第八节 希伯拉罗11章第八节 希伯拉罗11章第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昭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请多 by faith Abraham obeyed when he was called to go out to the place which he would receive as inheritance and he went out not knowing where he was going 他因着信心 他就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神跟他应许说 你将来的子孙 要得这一块地为业 through faith he went out to the place where God told him he would grow into a big nation 这个子孙其实到最后 特别指责 当然很多 但是特别指责 主耶稣基督 在巴勒斯坦地 这一块地方降生 and so his descendants also consists of Jesus Christ who grow up in the region of Palestinians 那为什么神要把 亚伯拉罕 从现在的 伊拉克 伊朗这个地方 一直 带到现在的 以色列地 这个地方呢 and why did God lead Abraham from today's region of Iraq and Iran to the region of Israel 那因为当时 就是 当时 全世界 被发现的州 只有欧亚 非三州 and so at the time the known worlds are the Europe 没有人知道 美洲存在 and Middle East no one knew that North America existed 那个地方刚好 就是当时 世界的中心 往北就到欧洲 往东就到亚洲 往南就到非洲 and so at the time Middle East i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when going north you go to Europe going east of Asia going south into Africa 那耶稣在这里 出生呢 福音就很容易 传到全世界各地 那今天我们到国外来 神也应许 我们 正耶稣教会的子孙呢 要往多国 去 那得那 多国的地 为业 and so today w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God allow us to be in a place where we can preach the gospel and inherit the land for many 这个是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以赛亚书 五十四章第二节 第三节 五十四章第二节 第三节 五十四章第二节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要张大你居所的慢字 不可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节字 因为你要向左右开展 你的后翼 必得多国为业 又使方凉的城域 有人居住 请读 我们都知道 帐幕就是预表神的教会 所以事实上讲 我们要重建 大卫倒塌的上墓 就是重建 在始祖时代 后来没有的教会 教会的发展 不可以限制 它要继续向左 向右来开展 那事实上讲 我们正耶稣教会的 这是预言 后裔要到很多的地方去 得多国为产业 所以真的 就像耶稣 对以色列百姓的说 还你们 教掌所踏之地 要照着应许给你们 今天我们 这一所要子孙 到很多地方去 教掌所 他的地方呢 神就把那个地方 撕给我们为业 那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是因为 各种原因 到国外来 但是最后我们要认识 其实我们是 被神拆来的 我们看创世纪 五十章十九节 二十节 其实约瑟到年老的时候 就想通这个道理 有时候我们年轻在 拼命打工 拼命赚钱 有时候想不通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雅各他过世了 我们来看五十章的十九节 二十节 Genesis 50 verse 19 and 20 十九节 我们从十八节 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会 start from verse 18 十八节 他的哥哥们又来 俯伏在他面前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十九节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二十节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识 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请读二十节 verse 20 but as for you you meant evil against me but God meant it for good in order to bring it about as it is today to save many people alive 所以耶稣早期 他一直觉得 他到埃及是被哥哥卖的 卖到埃及地埃 他心中一定有很多不甘心 所以他生儿子 把他取名字叫 忘了吧 忘了我父家给我的痛苦 他第一次看到哥哥来敌梁 就什么话也 就是一下子 就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面去 最后他说 因为我敬畏神 所以把你们放出来 那直到比较连长晚年 爸爸过世了 那哥哥想说 哎呀你以前照顾我们 都是因为看爸爸的面子 那现在爸爸死掉了 那这个约瑟肯定会报仇 那所以就俯伏在约瑟面前说 我们现在不当兄弟了 我们当你的仆人了 那是一样讲 约瑟 他就跟他们说 其实这个十七节最后 其实后来约瑟哭了 因为他对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的感受 他到最后想通了 其实我这一生的经历 都是神一个美好的安排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 我们怎么保持 我们怎么保持 前家七十多 七十多个人的性命呢 所以其实我来不只是 不是你们卖了 其实神猜我来到这个地方了 神的意识原是好的 他最后肯定可以理解 他今天他们家族到国外 其实是神对亚伯拉罕 在好多年前 神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讲了 神对不断讲说你的后裔 他们要聚居在别人的地 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所以真的我们慢慢理解 其实人生的路 你可以去计划 但是定事都是由神 带领都是由神 真的神好像一个下棋的棋手 把你放在这里 把你放在那里 明年我们传道人 十几个也要大风吹 大家都要轮掉到一个新的地方 所以明年七月之后 你们有新的月传道 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后来神学生毕业的 Andy弟兄也会跟着 来到我们这边帮助我们 And the TTP student Andy who graduates will also be here to help 那你觉得这个好像 这个是偶然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 神在背后 在猜浅人 到这里到那里 Is this really coincidence? But I feel this is really God's plan to put people in different places 小弟总觉得神把我们猜到 比如说猜到法拉圣这里来 总是让我们弟兄姐妹 有一个适当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什么事情 要我们来帮忙 要来处理 我们可以彼此来造就 And so if you think about why you are in flushing is really God's plan for you to be here to take care of certain things and mutually edify 所以万事都在神的安排当中 So everything is in the control of God 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 不是没有缘故的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of when we arrive at a location is not for no reason 我们来看 三母纪上17章29节 1 Samuel 17 verse 29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跟哥利亚 他们正在对视当中 So during this moment the Israelites were fighting against Goliath 没有人敢跟哥利亚打仗 No one dares to stand against Goliath 那么刚好 耶稀就派他的小儿子大卫 到前线去看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在当兵 And so at this moment Jesse sent his younger son David to check on his brothers who is serving in the front line 送一些吃的给他们 一些礼物给他们的长官 然后再回来报告说 你哥哥到底平不平安 And to bring some food to their brothers and also their superiors to report whether they're still alive 后来这个大卫到前线 对战争很有兴趣 哥哥就骂他 But David arrived very interesting the battles and he was displeased his brothers 哥哥就说了 你来这边做什么呢 那个羊你交多给谁 来看你的呢 And the brother says Why did you come here who is tending the sheep 我们来看29节 Let's look at verse 29 29节 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 我来起没有缘故吗 And David said What have I done now is there not a cause 所以他来这边 其实神就是要用他来 拯救以色列百姓 脱离灰力士人的宠 And he went there because God wanted to use him to save the Israelites 他们来这边 不是来这边吃吃喝喝 带东西给哥哥们而已 He did not come here for food or just bring gifts to his brothers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 也不只是来这边 吃吃喝喝而已 And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didn't come to this new place just to eat and play 我们来这边 不只是买房子 买车子 然后想要过一个 更好的物质的生活而已 We didn't come here just to buy houses and cars and live a better life 神把你带来这边 是希望神借着你 把他的福音 能够传扬 把他的名 可以高取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要肯定了解这一点 你来这边 一定有神的原因 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喜好而已 那你爱神 神肯定会爱你啊 你关心神的家 神肯定会关心你的家 你亲近神 神肯定会亲近你 那你认为说 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但你觉得 你不想要做这个事情 神就会兴起其他的人 来代替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神的旨意 不能拦阻了 神一定要让他的教会 传遍全世界 那我们这样子 漂流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父母亲怎么办 常常我们一个人到国外 我们父母亲 在自己的故乡 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挂念 父母亲在我们心中 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所以以撒在妈妈过世之后 他一直非常地孤单 他一定很想念他妈妈 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慰 直到他把他的太太 带进去妈妈的帐篷 他结婚之后 才得到安慰 有一个弟兄 他妈妈在去年过世 他也觉得妈妈在天国 好像没有那么悲伤 偶尔他真的会有一种 偶尔那种思念 就突然会跑到心里面来 那个感觉一来 他就会觉到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我们就会觉到说 我们心中有个很 soft spot 有个非常柔软的空间 其实那个装的就是 我们的父母亲 那即使我们父母亲不在旁边 在国内 我们在漂泊的时候 也常常会怀念他们 你看约瑟十七岁 就被人家 就到国外去了 他会不会想爸爸妈妈 他有办法回去看爸爸妈妈吗 他当奴隶的时候 怎么回去呢 他下监牢的时候 怎么回去呢 那你又想他张彩相 为什么不回去 我在想哦 他一定想很多 回去又要遇到自己的哥哥 大家都拍画面 我被你们卖啊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回去 这个事情还没有处理 怎么回去啊 那不代表他不想念他的爸爸 你还记得 哥哥第二次敌两 他们被阿敏带来 看约瑟的时候 约瑟见到他们第一句话 问什么 约瑟问你们说那位老人家 就是你们的爸爸 他平安吗 他还在吗 后来约瑟跟哥哥相认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讲什么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健在吗 所以你看 他心中一定常常怀念 因为他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一定常常怀念这个老爸 所以我们刚刚唱的那个 宝贵回忆啊 那个第二节他的歌词这样讲 慈爱故母 温暖家庭 寂寞岁月 伴我行 他说家乡事物 童年情景 记忆浮现在我心 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读到 唱照这种诗歌 我们就想到 以前爸爸妈妈 怎么样爱我们 那这些 precious memories 这些宝贵的回忆啊 在我们寂寞的岁月啊 真的就是 伴着我们一路来走啊 我记得漂泊有个很辛苦的地方就是 有时候你发现到 你的家人 爸爸妈妈过世 你没有把我回家去 我们看创世纪的35章第8节 let's turn to Genesis 35 verse 8 创世纪35章第8节 Genesis 35 verse 8 第8节 verse 8 利百家的乃母迪波拉死了 就藏在伯特利下边 像树底下 那棵树名叫 亚伦巴古 我们都说利百家 就是以撒的太太啊 那从拉班的家 这个乃母呢 迪波拉跟利百家一起呢 利百家嫁到 以撒那个家 那个迪波拉就跟这个乃母呢 就跟着利百家过来 到以撒的家 and so when Rebecca married Isaac her nurse Deborah came along with her 后来这个 利百家生雅各 那雅各 在雅各的手中呢 把她的乃母啊 站在伯特利的一棵像树下 and so after Rebecca gave birth to Jacob her nurse Deborah died and was buried under a tree 那我在想 这个迪波拉 她 她这个家里的奶母 肯定在雅各家 有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圣经特别记载 她怎么样 怎么样被下葬 and for Deborah she must have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house of Isaac for the Bible to mention her like this 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 so I have a question 为什么利百家死的时候 声音上都没有记载 why he said the Bible didn't really record the death of Rebecca 利百家在世音上 讲了最后一句话 大家知道吗 do you remember the last mention of Rebecca 利百家跟老公讲说 哎呀 我这个老大 以嫂 娶贺人的女子 我烦死了 如果这个老二雅各 也娶贺人的女子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再来 她一生就没有再记载 活着什么意思 我自己想 利百家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雅各肯定 还在拉班家 没有办法回来奔上 真的 漂泊 有时候 你家人在故乡走了 你都没有办法在旁边 我认识一个家庭 他们在二十年前 他们为了要 当时已经绿卡 已经正在申请当中了 还没有批下来 刚好 这个长辈 就是爸爸 在台湾过世 那当时 他们的律师就建议 他说 不要随便出国 真的 有时候 比如说现在疫情 你想要回去 有时候都没有飞机 比如说去年 你想要回去 后母亲过世了 你有飞机吗 没有飞机 所以 我觉得漂泊其中 一个很辛苦的 就是真的 有时候 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所以在漂泊当中 我们对父母亲 应该要怎么安置呢 我们跟撒母记上 二十二章第一节 1 Samuel 撒母记上二十二章 第一节 大卫就离开那里 逃到亚杜兰洞 他的弟兄和他 父亲的全家 听见了 就都下到他那里 请读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节 大卫从那里 往摩亚的米斯巴去 对摩亚王说 求你容我父母 搬来 住在你们这里 等我知道神 要我怎样行 第四节 大卫领他父母 到摩亚王面前 大卫住山寨 多少日子 他父母也住 摩亚王那里 多少日子 请读第三节 第四节 那大卫被追伤 他过着漂泊的生活 那谁知道 扫罗会不会 趁着这个机会 用大卫的家人 来威胁大卫的生命呢 那大卫心中一想 就把爸爸妈妈 送到摩亚地去了 为什么呢 原来他的爸爸 耶稀的祖母 就是路德 那路德原来 就是摩亚人 所以就把爸爸 送到祖母的家乡 爸爸的祖母的家乡 所以他觉得 在那边相对安全 所以今天我们 对父母亲也要懂得 把他们安置 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你记得跟随大卫的 后来有六百多个人吗 对不对 那这些人都有家眷 后来呢 大卫就把这些家眷 居中住在喜格拉 这个地方 所以这些男人到处漂泊 可是他们的家庭 就在喜格拉 为什么呢 这样他们可以抱团 那抱团呢 就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今天我们算漂泊 我们后院 我们的家 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要想办法 让我们在漂泊 不用太担心 他们的安全 那我们生活安定下来 后母亲也愿意 我们可以接他们 来跟我们同住 我们来看创世纪 创世纪四十五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创世纪二十五章四十七节四十八节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 他们的父亲雅各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 先就苏醒了二十八 以色列说罢了 罢了 我的儿子约瑟还在 趁我为死已先 我要见他一面 请读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四十五章二十八节 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大卫安定了 就把爸爸接来一起住 那后来雅各全家七十人 后来他们住在哥山地 我刚刚讲 如果父母亲愿意 那我们也有能力 我们应该要这样做 接来同住 但是我在猜 他们可能没有住在同一个屋园下 因为约瑟本来不是住在哥山地的 他本来就有自己的地方 那约瑟的太太是埃及人 可能不会讲他们故乡的话 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 有时候婆媳相处也很困难 我常常觉得 如果婆媳可以住在一起 这是极大的恩惠啊 但是有时候 两个女人没有办法用一个厨房 不晓为什么 那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接到附近 接到旁边的地方 我们不一定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可以是最好的 可以是最猛糊的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 家里一天到晚吵闹 还有另外一种孝顺的方法 那我们在父母亲年老 肯定要注意到他们健康的问题 我们来读创世纪五十章第二节 创世纪五十章第二节 约瑟吩咐之后 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了 他父亲 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请读 我们这里雅各过世了 那约瑟对医生们 有一些吩咐要怎么做 你知道雅各晚年他生病了 我相信约瑟肯定有安排这些医生 来照顾他爸爸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父母亲 他们晚年 真的有时候 他不能自理 你要怎么办 真的有时候我们也要 依赖社会上的资源 如果社会上有一些 很好的资源 我知道国内来的很多弟兄姐妹 或者是朋友们 他们不喜欢把父母亲送到养老 疗养宴 因为在中国的文化 这个是好像很不孝顺的感觉 当然可以旁边住一起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能助理 你又没有办法照顾 其实有些专家真的可以像这些医生 比如说一些疗养员 他们很多 父事医生 护理人员 他们都很专业 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不是把他们放在那里 你就不理他 这样不对 这样不是基督徒啦 我在想我们漂泊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后院 后院起火 我们漂泊 就没有办法安心了 那我们再来谈 漂泊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寻找漂泊的意义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漂泊当中 与神更相近 因为你在漂泊当中 你一定辛苦的事情特别多 那这个辛苦有时候 就逼我们跟神越来越亲近了 我们看亚伯拉罕在漂泊当中 信心得到完全 我们看罗马书的四章十七节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 叫死人护火 是无便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是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临做多国的父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十九节二十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身体如同一死 撒拉的声誉也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于神 请多 他说在词博当中 后来亚伯拉罕了解 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原来神是可以让无便有 让死便活的神 到一百岁的时候 觉得自己身体 好像一块乌干的木头 这个太太也断了生育的年纪 但是他信心还没有软弱 他没有疑惑反倒信心 因为因这信心里得坚固 保罗跟我们所读的旧约圣经 是同样一本旧约圣经 到底保罗读到什么经文 让他觉得 这个亚伯拉到一百岁 不疑惑 反了信心更坚固 莫记到亚伯拉罕将近一百岁的时候 神探访他两次 在十七章的时候 神跟他讲说 尤其十七章的 十七节到十九节 神跟他讲说 你要是一个儿子 那时候 十七节 亚伯拉罕就心里喜笑说 我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所以在快一百岁的时候 其实他第一次 心里还是有点疑惑的 但是如果你读了十八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这个神在这一段时间第二次访问他 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来读十八章的十二到十四节 那沙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已经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十三节 主对养法案说 沙拉为什么暗笑说 我既已经老迈 果然能生养吗 主 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沙拉必生一个儿子 十四节 你看这里 亚伯拉罕一点说 不再怀疑了 第二次的时候 太太心里喜笑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 心里坚定 他真的认识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漂泊一辈子当中 有时候信仰也是会 清醒洛洛 就如同亚伯拉罕 也不是一下子 就那么完全一样 但是你经历这么多 你一来又觉得 真的我们所拜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那你信仰就慢慢 可以被建立 那当你被信仰 被建立的时候 你会觉得到说 其实人生一直在漂泊 我们一天到我们搬家 可是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到 原来神就是我们的家 真的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虽然跑来跑去 我们的心一定是稳固的 although we run around to different places but our heart is stable 我们来看 四篇九十篇第一节 我们来看 Psalms 90 verse 1 四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 Psalms 90 verse 1 九十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 verse 1 and 2 主啊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珠山为神生出 地以世界你为神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弟兄姐妹 你的家在哪里 真的有时候 你现在有时候回到故乡 你会觉得好像故乡 也不再是你的故乡 比如说小弟 在自己的故乡 二十五年 他国外已经在 已经不止二十五年了 他有时候我自己在想 我的故乡在哪里 所以你的肉体一直都会飘来飘去 好像是一个湖瓶飘来飘去 到底哪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呢 摩西说神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的居所 做我们的居所 那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神的教会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真的 我们这位神 猪山没有出生 他就存在了 大地没有造成 他就在那里了 你在他里面 你就安安稳稳 没有漂泊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 他们真的是对天家 神所叫的天家 是从眼处望见 欢喜迎接 真的如果人生 像一个大海 我们漂泊 像在大海里面行船 神本身 耶稣本身 就是我们灵魂的毛 你这个毛啊 有一个毛啊 你就会知道呢 你就不再飘荡了 在波士顿呢 我们有位弟兄 他在海军里面 曾经当 在海军做过一个舰长 一舰支掌 就是管理一条船的 他说一条船 当你毛没有 抛下去的时候呢 你阿兵哥 绝对不能休息 一定要有人在 这个舰长室 一定要有人在那边 控制那个轮船方向的 那个房间啊 知道你把毛 抛下去了 阿兵哥才可以休息 真的耶稣是我们 漂泊当中的毛 小弟最近去芝加哥 帮忙他们的领恩会 那这个教会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临近有好多州 密西根啦 下面的几个州啦 都没有教会 两三个小时 甚至六个小时 要开六个小时 开到这个 芝加哥的教会 那为什么 为什么弟兄姐妹 住这么远 要开这么长的路 来到教会 参加领恩会呢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 教会 真的是他们的家 就最速帮助我们 能够在漂泊当中 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我们要常常上教会 你就有安稳的感觉 早上我们就用 漂泊在外的时候 这样一起来签名 我们再把468首唱一遍 我们再把468首唱一遍 我们再把468首唱一遍